《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它有四类修法 这个一般大众是不了解的 普通大众就是拜拜 拜地藏王菩萨 好一点的用八供 香花 这个水 果 八吉祥来供地藏菩萨 这是什么 这是没入门的 没入门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连地藏菩萨法门的这个门都还没进 叫外 在外面 求 虽然外求 但是也要求 这个为什么 大家对至尊菩萨太不恭敬了 以为他是只是在地狱里 我不下地狱 那跟我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用拜他 实际上这个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这个释迪 这个释迦牟尼 这在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时空 叫苏婆三圣啊 我们在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的三圣 你看我们的大雄宝殿 明星见星大佛堂的大雄宝殿里面 是不是供的这三圣啊 中央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左手边供的是观世音菩萨 右手边供的是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的标配 这是标准配置 实际上这不是我发明的 这是传承 这个从古到尽 佛教界传承 苏婆三圣 就是这三尊 佛菩萨 实际上这个 为什么叫苏婆三圣啊 这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 是古佛在来 他早已成佛了 九远节以来 已经成佛了 那么因为他大慈大悲 所以他不舍我们苏婆众生 所以是 来化现 护持释迦牟尼的佛法 做众生的不请之有 慈悲 救度 一切有缘众生 那么还有一个古佛在来 是谁呢 这个地藏王菩萨 所以是在这个经中啊 这个 在战差善恶夜报经中 世尊解说地藏菩萨过去 以功德满足 但以本愿而视线佛萨之身 在无浊恶事 度众生 战差善恶夜报经 里面是这样说的 这是释迦牟尼的原话 此善男子 此善男子发心以来 过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生其节 久一能度 而撒破罗海 功德满足 功德满足就是佛了呀 单一本愿自在立故 全桥现化 影应十方 孙父普悠一切岔土 长期功业 而于无着恶事 化意偏后 依依本愿力 所需惜故 即因众生 应受化业故也 彼十一节来 庄严此世界 成数众生 世故在私会中 身相端言 威德殊胜 为处如来 无能过者 这是与会大菩萨 他是古佛在来 那么除了如来 如来的身 那么没有一个菩萨 能胜过 这个地藏菩萨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对地藏菩萨 的恭敬心要生起来 诚信心要生起来 这不是你们认为的一个 只是无关紧要的 在地狱里待着的一个菩萨 他硬化十方 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 实现菩萨身 十方硬化 在释迦牟尼 佛说法时 受嘱咐 教化娑婆众生 直至弥勒菩萨 与娑婆世界成佛 所以是 这个称为 娑婆三圣 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地藏菩萨不是个小菩萨 他是跟观世音菩萨 等同的一个大菩萨 是古佛在来 要重视 那么待会儿我们用 这个 战叉善恶叶报经 来讲一下地藏的事业 你就更明白 这个地藏菩萨的了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